未有暗相来 即将迎来大结局 可是小编还是猜不出来 结局到底是怎样 你目前的画钱还在梦里 但是细节已经给我们的提示 画钱很快就要醒来了 因为他已经能听见众希武的呼唤 时而清醒 时而在梦境中 或许是因为梦中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画钱总是不愿意醒来 画钱假死离开皇城后 被长公主送去了江南 给她留了一套房子 和足够的钱财 可以说画钱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只是她非常担心思念父母 也会想念画荣舟到底去了哪里 众希武也一直关注着画钱 把自己的安慰云娘送到画钱身边 成为画钱最好的朋友 每天向家主报告画钱的情况 众希武见画钱在江南生活的平静幸福 最终决定放手成全她 而且把画荣舟送到了她的身边 梦里的故事结束 画钱从梦境中醒来 一时间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 梦境中改变了一切 家人都活了下来 可现实却很残酷 父母和哥哥都惨死了 画钱崩溃大哭 再次吐血晕厥 或许是太痛苦 再次醒来的时候 失去了以前的记忆 像个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 睁眼就看见了守在床边的众希武 众希武不愿她再回忆痛苦的过往 告诉画钱他们是夫妻 这样忘却前程活下去挺好的 众希武会一辈子把她捧在手心 你们是否喜欢这一晚的结局 欢迎留言说说你们的想法